嗨,大家好,我是Danny,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Danny 我真的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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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跟你們聊天了 今天呢我要來綜合我的10月最愛還有我的11月最愛 所以會是一支非常長的影片 如果你們希望就是邊看影片邊吃飯啊,邊喝點飲料啊 就是我強烈的建議你 就是可以你知道,邊拖地邊看我的影片之類的 我其實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因為這個月最愛的其實非常的雜也非常的多 但是這個月呢我完全的愛上了一個品牌齁 就不是說,就我只喜歡它的這個某樣產品或這個某樣產品 是我買來的所有產品,我都超愛 這個品牌呢就是韓國的品牌BIA 我買了它的眼影,就是這個系列的眼影你知道嗎 我會把所有的名字記在下面 然後這是他們家的霧面眼影 他們取的名字都是有點像是五谷相關的名字 我會把它的名字全部留在下面給你 那這幾個顏色呢就是非常的低飽和的 很適合拿來打底的顏色 但是我平常上班的時候,我就會抓就提尊的顏色 然後就是打眼窩啊,打眼皮啊,然後這樣就結束了 它非常的軟,非常的好推開 記得我第一次摸他們家的眼影是在九分寶家 然後一摸我就回家包色,我一包就包了五顆顏色 因為BR的台灣官網剛好有做就是五色的組合 然後我覺得蠻便宜的,所以我是在那邊買的 這幾個眼影我非常強烈推薦 如果你是新手,或是你每天都只是需要一個簡單的霧面眼影的話 或者是你跟我一樣是霧面眼影控的朋友們 BR的霧面眼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是任何女生的化妝包裡面一定要至少要擁有一顆 一顆眼影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顏色是這個 01號 01號是一個標準的這種 痘色咖啡色的顏色 做任何暈染啊,或者是眼折的顏色都會很好看 最近秋冬很流行這種楓葉色啊,楓葉紅 我就會用02號 它就是很標準的一種 比較低飽和比較冷掉一點點的 酸紅楓葉紅的顏色 很美,很好看 我BR的單至少買了兩到三次 因為就是每次買我就每次都覺得很好用 所以我就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再來呢我就買了他們家的眼線膠筆 那我買的顏色是03號就是九紅色 跟10號就是全黑 然後呢他們家的眼線膠筆 我用起來真的完全不會掉色 完全不暈 這兩次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比較喜歡九紅色這一支 就是它畫起來完全不暈色 就是個美麗 然後上班有些時候 我不會想要畫很黑的眼線的時候呢 我就會考慮用這種九紅色 看起來就是有一點點有神 但是不會覺得太有殺氣,知道嗎 如果我希望看起來很有精神的話 我就會拿黑色 然後畫一下就是,你知道 內眼線的地方 我覺得啦,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用 這麼好用的眼線膠筆了 所以強烈推薦 跟講BR的東西齁,就是我要聊一陣子啦 所以就是 我覺得我應該直接開一集 就是我最愛的所有BR產品 搞不好我可以這麼做 如果你們想要看到那支影片的話 記得在這邊投票 就我好久沒有開投票了 你們想要看我的所有BR的BR分享的話 記得在這邊投票 接下來呢 這一個是BR他們家的散粉 然後我印象中沒錯的話 我這個顏色是11號 中文印象中叫做調豆 我跟你講我對散粉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期望 因為散粉這種東西就是很難搞 你知道嗎 就是畫上去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它就掉的滿臉都是 然後可能就是眼睛還上不好 就可能要先上一個比較眼稠的打底膏 或者是什麼的 這種散粉長一點的漂亮 這一支BR這個真的是超乎我想像 因為你真的是 它就是眼影碎粉 然後 放在一個小罐子裡面 它表現的跟眼影是一樣的 只是它更多 就是bling bling的 亮片啊亮粉 我這邊近期啦 我真的是熱愛就是 把這個點在就是眼皮的最中間 最塗的地方然後讓你整個眼皮就跳起來 這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適合party啊 或是聖誕節即將要來啦 或跨年 我買的這個顏色呢 它是一個 我覺得是還蠻好駕馭的一種灰棕色 如果你想要整個很平價 然後又好用的亮粉的話 強烈推薦BR這支 最後一樣BR產品 我真的我保證 最後一樣BR產品 但是我跟你講 這一個呢 就是壓軸 壓軸 因為我真的太愛這樣產品了 我真的不能沒有它 就是我會為了這支就是囤貨 這一支呢 是他們家的 紅管的口紅 然後顏色是04號 如果印象沒錯的話 它就是理智 這一支顏色呢 我是被 where to eat tip 的tiffany 給這支 瘋狂的燒到 這他害了 因為那時候 他在snarcher上的時候 他就塗這一支 他那時候應該是開箱 但是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我就有看 oh my god 超 超 極美 的 它塗起來 是一種 半霧面的那種 我很喜歡講那種毛玻璃的感覺 就它這就是毛玻璃的感覺 它不會是 就是死霧 它是有一點點就是 微微的霧面的感覺 它會讓你的整個唇紋消失 就是很好看 然後它的顏色呢 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女生都可以駕馭的 粉膚色 這支就是這兩個月 長期的常駐在我的包包裡面的口紅 就算我今天要換小包包出門 我還是會把這支 口紅從大包包裡面 來到小包包裡面 我才願意出門 因為它真的超級好用 就是那種 你出門你不用鏡子 你就隨便畫都很美的一支口紅 再來呢 在我遇到BR之前呢 常駐在我包包裡的口紅呢 是這一支 這一支 這一支是LA Girl 他們家的 霧面的 Matte Flat Velvet Lipstick 我忘記它的中文全名是什麼 一樣會把它留在 下面資訊欄才記得點看來看 這個顏色呢 英文叫做 Snuggle 它看起來是有點沒有那種 血氣的那種裸色 但是意外的塗在你的嘴唇上 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很有氣色 很多時候如果說 我不想要塗 就是像BR這種 粉膚色的話 我就會挑這支 非常低調的裸色 LA Girl這支真的超級無敵的潤 它就是標準的 塗上去就是一種 滑滑潤潤的感覺 有點像是 就是護臀膏的錯覺 但是它其實 顏色又非常的飽和 這支塗起來真的很舒服很潤 所以 除了Bia藏住在我包包之外 還有它 就這兩支 會藏住在我包包裡面 然後呢 繼續聊口紅好了 就知道 都是這麼很多耶 就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覺得無聊了嗎 就是 就是東西真的很多啊 再來聊液態口紅 然後呢 這個是我新買的Colourpop 他們家的液態口紅 我第一次 喜歡他們家的 呃 霧面的液態口紅 就是他們家的 Ultra Matte的系列 你們都知道 Colourpop的Ultra Matte系列 就是非常的標準 就是 乾到爆的 就這種 乾嘆型嘴唇 唯獨我這次使用的這個顏色 叫做Bumbo 是唯獨 讓我覺得 用起來 不會像是 我的嘴唇要乾裂 然後要粉血 這樣子 這支真的是 很美很美 很美的一個顏色 它是一個很標準的 就是紅底的桃紅色 不想要看我之前在SKT 記得會塗這支顏色的話 記得去找我之前的影片 後面的唇彩 真的會有一種 莫名的 就是一種 很高質感的感覺 Colourpop呢我這一整個月呢 最愛用的顏色 是這一支 這個顏色叫做Elixir 然後它是一個 很美很美的 紅磚色 而且是 紅磚色 塗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飽和 所以在用Colourpop的眼影的時候 真的要下手 要小心一點 像我就是喜歡拿 就是Lab Square 他們家的眼影出來 我給你們看 像是 我喜歡用這一支 這一支是Lab Square的 他們家的 這個 Just Blending In Brush 像這樣子的刷子 或者是 一樣Lab Square 他們的 這種 I'm Turning Pro Shadow Brush 像Lab Square 他們家這種人造纖維刷 就非常的適合 拿來搭配 Colourpop 他們家的眼影 因為他們家的眼影是屬於 濕粉 好所以我在使用這個的時候呢 我就會拿像 剛剛Lab Square的這種眼影刷 輕輕的沾一點點 然後就是 輕輕的掃在 眼尾處啊 或是眼折處 如果你今天想要走的 妝感是比較顯色的路線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用你的 就是手指 然後加一點溫度 跟這種濕粉 會超級顯色 因為最近入球 所以這種 那種 楓葉色啊 紅森色啊 酒紅色就是突然就會 每一年 每一年這種時候呢 就會爆流行 大概在11月這個期間 我都是狂用這個顏色 就是每一天早上醒來呢 我就會喜歡用 我剛剛講的就是 DR的01號打底 然後再用一點點這個 打在眼尾處 我每個禮拜至少有兩天的妝 我都是用這個 符合搭配的 接下來呢 是我第一次買Colourpop 他們家的 腮紅 然後這一個顏色叫做 Between the Sheets 它是有點像是 乾燥玫瑰啊 粉紅珊瑚的顏色 一樣使用Colourpop 他們家的東西 我也很強烈的建議你 搭配 人造纖維刷 因為像我平常喜歡上粉狀刷的時候 我很喜歡用 艾諾奇的刷子 就是上粉狀腮紅 但像這種濕粉的腮紅 我還是強烈建議你可以使用 就是人造纖維刷 我手上這一支是 Lav Squared 他們家其實是他們的 該怎麼講 這個其實應該是他們家的 蜜粉刷 蜜粉刷 可是呢 因為我很喜歡拿這支蜜粉刷 拿來用這一支腮紅 這種顏色 我都很喜歡打那種大面肌啊 就是從這個 從蘋果肌 就是到太陽穴這個位置 我就很喜歡大面肌的上 這一支呢 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建議啦 是 畫完粉底之後 定蜜粉前 之前就使用這個 因為 它的肌真的是有點濕濕的 所以 像我平常在用 就是七天粉底啊 或是粉底液的時候 畫完之後 我就會拿這個刷子 然後上腮紅 上...上...上完之後 最後呢 我再拿蜜粉定妝 我覺得我們彩妝好像差不多講完了 接下來要進入 那比較好保養品的部分 接下來再介紹保養品之前呢 我想要介紹一樣東西 就是讓我心情非常的好的東西 就是只要擺在桌上 只要讓我看得到 我就是...就是開心 這個是Bathalanda他們新推出 他們的秋冬系列 然後如果記得沒抽的話 它好像這樣搖擺倫敦 這個包裝真的是超級的美麗 就是它很漂亮 就是它全部都是金色的星星 就是很漂亮 然後就打開來 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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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六支 超級不低漂亮的指甲油 它們都算是屬於它們比較小的 莫素的 這一支都是6ml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實用的一個容量 如果你不像我 就是那麼愛塗指甲油的話 對你們來說 可能一般就是那種大屁的指甲油 對你們來說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你一輩子都用不完 像這種6ml素的 我覺得對大部分的女生來說 可能是比較好的投資 這六個顏色呢 都超級的好看 就是 就是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就是秋冬的顏色 像這種很秋冬一定要擁有的這種土色 就很好看 最近最流行的這種 有一點帶紫的那種 這種低飽和的咖啡灰 灰色 然後這個是屬於一種 有一點點偏白 一點點的亮灰色 很好看 這幾支顏色呢 全部都是呃 實色 沒有什麼亮片啊 亮粉 珠光 他們推出的這六支顏色呢 我都有使用 然後他們每一支 表現都很好 大概就是只要兩層就會飽和 這一次推出來的系列呢 是屬於那種 反光療的那種高光系列 所以塗起來 就是你的指甲 就看起來是超級超級無敵 有光澤 如果你剛好身邊朋友跟我一樣啊 指甲油蔻 然後 送這個啊 我跟你講 會爐獲他的心 ok 爐獲他的心 接下來呢 是Lenage他們家的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是什麼 睡美人的水凝凍膜 還是什麼 這一支是他們家 可以說是他們家的明星的商品 然後我真的是很晚才有機會使用 最近這兩個月呢 就是缺水 缺到飽 如果那一天我真的很需要 一個很強效的保濕保養品的話 我就會把這支拿出來 它呢雖然說它是晚安凍膜啊 或者是就是面膜 我覺得它算是我見過面膜裡面 最好吸收的耶 我真的就把它當一般的就是乳霜 跟凝露在使用 你知道我用過很多這種凍膜啊 那種可能就是你知道敷個20分鐘 你真的是要把它刮掉洗乾淨 或者早上起來 還是要把它刮掉洗乾淨 那個這個真的就是 我把它當保養品使用啦 這會讓我覺得就是肌膚很放鬆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去年的保養品大上的時候 我就有介紹過它 工作真的很繁忙 因為我真的超級無點忙 超級累 然後我的皮膚狀況是 我有史以來就是25年 沒有這麼糟過 16、17歲啊 不是會經過一陣子就是青春痘亂長啊 就是一個皮膚就是很困惑的一個年紀嘛 我跟你講那時候我都沒有那麼糟 前一陣子呢我就狂勇連敷三天 這個是我的心肌他們家的 淨化調理毛孔緊緻面膜 去年呢就是用到它 我的痘痘才開始消 期間呢我就是一直在換不同的 就是所謂的這種調理面膜 但是就是效果都是很 不是很理想 就是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呢直到我又再一次把這個拿出來使用 連敷兩天我的痘痘全部都 就是消掉 然後我那些乾皮啊那些疤 就是有看得出它們慢慢慢慢的有在復原 然後不再紅腫 再一次呢我要再把它拿出來推薦了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用的急救痘痘面膜 或者是就是如果皮膚狀況很差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來急救我的皮膚 對可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這個對我有效 不代表說它一定對你有效 所以你知道我們大家 都要抱持著一種實驗家的精神 就是試試看就是多嘗試幾樣東西 只要就是對你有效 好今天的最後就到此結束了 希望就是你們有覺得很過癮 就是知道了好多東西 而且這次彩妝大概佔比了百分之六十吧 對反正希望你們今天看得愉快 然後我知道說我最近 PO影片非常的不頻繁 常常吃焦 就是啊我自己也很難過 就是每次只要知道說 我這個禮拜真的生不出影片來 禮拜五五點然後跨出那一個小時的門檻 然後知道說 我這個禮拜沒有影片 然後我卻覺得就是 莫名的就是有一種罪惡感 因為我很多時候我常常加班啊 回到家啊 然後你知道 就是吃個飯 然後洗澡 然後就是洗弄一弄什麼之類的 然後開始就是剪片的時候很常 就是一不小心就是剪片到 早上三點到四點 然後隔天早上還要上班 我現在就已經少瞎了 講太多話了 對反正呢很感謝你們大家 就是很有耐心的 然後還是會等我的影片 然後會給我鼓勵 然後我知道就是任何就是 你們留言我都看到 雖然我現在真的沒有像以前那麼有時間 可以就是 當天晚上回覆 或是隔天回覆 但是我會盡量回覆給你們 然後我都有讀 我都有看 就是我就是我 我真的會找時間 好好一個一個回覆大家 如果說我以後 禮拜五五點沒有辦法上影片的話 當然我還是希望是保留 是五 禮拜五五點 因為就拍Youtube已經一年多了 就是一直都是禮拜五五點 我自己也有點捨不得改變 但如果說 我真的未來沒有辦法 我禮拜五五點上影片的話 你們希望是什麼時候 我開一個就是投票在這邊 再一次幫你們投票 我想想說 要不就是禮拜天的八點 或者是禮拜一的八點 好反正就是 麻煩你們就大家投票 讓我知道一下 如果禮拜五五點 我真的就是 沒有辦法附和的話 我可能就會改時間上傳影片 就是 真的很謝謝你們大家支持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我的Instagram在這邊 是會等於歡迎 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Snapchat 我還有Facebook 按照你們的個人喜好 你們可以挑著Follow 然後會盡量在三個平台上面 就上傳完全不一樣的內容 好啦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啦 下禮拜我們脫衣時間見囉 Bye